玉成千里目 主持曾玉成 我的印象是 因為我是2002年入行會 一直做到2008年 即是做了6年 我的印象是 你當立法會議員 第一 秘書處有很多支援給你 第二 你自己也都要 譬如你要開設辦事處 請職員 你要很多機會 要跟市民接觸 你便要有這樣的資源 甚至 你可以找人幫你 去做那些個案 幫你看這樣一部分文件 幫你寫廣告 有些議員都是這樣 行政會議就不得了 保密 當時我入行會的時候 前輩已經說了 你入行會 甚麼都沒有 就問你 要不要一個甲慢 甲慢用來鎖住文件 那些文件除了你自己 就不准讓其他人看 你說我叫助理幫我看看 是不准的 是完全保密的 你那一陣子也是這樣 我那一陣子也是這樣 我還記得特別 因為電子化 為了方便所有行會成員 電子化看文件 每人給我們一個電腦 很大陣仗 我還記得特地為了安裝電腦 一大堆人來辦公室去安裝 那是要保密的 對 有幾重保安系統的裝置 但是由於太過保密 要記太多密碼 你知道我們人生已經有很多密碼 手機有密碼 電郵有密碼 行會有幾個密碼 我最終 射任之後都沒有用過 那個電腦就還給他 所以我最後都是選擇了 沒有選擇夾碼 都是選擇最團統方式 要求他把文件送去我辦公室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擁有 演員會審補 歡迎 我們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